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危险 危险 是生 是死 未来生命质量是高是低 这都取决于脑梗发生后如何抢救 抢救是否及时 这一集 深毒君就来讲讲这救命的知识 关键词 脑梗急救 静脉溶栓 脑细胞很娇贵 缺血缺氧几分钟就跳辫子 一旦脑梗 就算组织里还有存粮 脑细胞也最多撑上几个小时 如果在脑细胞没死之前恢复攻血供养 脑细胞就会重破新生 要是脑细胞死了才攻血 那就悲剧了 脑功能受损 患者制裁甚至致死 脑梗了该咋救 重点是解决堵住血管的家伙 重新疏通血管 恢复脑细胞血液供应 最佳的抢救时间非常短 从脑梗发生算起 不超过4.5小时 如果抢救护肌时 患者很可能出现失语 记忆障碍 瘫痪等后遗症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再晚点 救不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巧黑白 这4.5小时非常重要 是医生选择治疗方案 和治疗药物的关键 睡着了才脑梗 脑梗早期没感觉 开始脑梗的时间很难说 起算时间往往有延迟 患者家属一定要认真对待 想清楚再说 伸途君 这堵住血管的家伙 可咋解决 按治疗过程中产生创伤的大小 分两类来讲 创伤大点 在大腿上打个洞洞 把一个小洞洞伸进洞里 在影像学的辅助下 医生操作小洞洞 顺着动脉 一直到达血栓的位置 小洞洞可以适合 能抓住血栓的支架 直接完成取栓任务 这叫机械取栓 小洞洞也可以指示 冲到血栓处 喷喷药 让血栓消散 这叫动脉绒栓栓 以上两种方案 效果都很好 就是操作时间有点长 怕脑细胞挺不住 对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又比较高 基层医院难实施 不便成为脑梗急救的标配 创伤小很多 通过静脉注射绒栓药物 药物通过血液达到全身各处 包括搞事前的血栓处 血栓在药物的作用下 很快就消散了 这就是静脉绒栓栓 脑梗诊治指南上说 脑梗发病4.5小时内 静脉注射RTPA绒栓 能使患者获益 这是已经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 然而静脉绒栓栓有风险 脑梗治疗需了解 血管破裂出血了 血液自带凝血功能 血液凝固就堵住了出血口 血止住了 血液粘稠 血管病变 形成血栓很危险 血液又自带鲜绒酶 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保证血液流通 绒栓就是增加血液的鲜绒功能 让血液中抱团的纤维蛋白了 血小板拉都散开 以便疏通血管 解决问题的同时 风险也来了 鲜绒功能强 凝血功能势必相对变弱 万一血管破损搞到出血 想要止血可就难了 最最可怕的要算脑出血 临床数据表明 绒栓后发生脑出血的概率 虽然不足10% 但其中三分之一会导致死亡 风险二 高灌注综合征 血栓消散了 血管又疏通了 脑梗灾区重新涌入血液 一个不适应 饿得只剩一口气的脑细胞大量死亡 脑组织严重损伤 引起患者头痛 呕吐 抽搐 甚至昏迷等症状 医学上称为高灌注综合征 最后 绒栓还存在再度的风险 患者家属要多陪伴 多观察 小心照顾很关键 静脉绒栓的知识 这就说完了 一位治疗脑梗病人的一线医生发现 很多患者家属被脑梗移进闷棍吓了 医学知识不了解 治疗方案不理解 治疗风险不明白 选择很纠结 浪费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所以深毒菌助力一线医生 义不容辞制作本专题 抢救脑细胞 珍惜每分每秒 想了解更多救命的知识 搜索深毒TV 关注深毒视频公众号 深毒菌等你哦 救命